每个人对于被动收入的定义并不仅相同 有些人认为被动收入就是什么都不用做 就能大把大把的收获钞票 这种说法有时偏颇 但也并非完全错误 我们要拥有被动收入 往往需要通过主动去创造 而被动收入就是由前期的主动创造所形成的 当这种创造完成后 只需一次创造 就可能服务成百上千甚至上万人 且不需要你再次投入同等成本就能获取利润 这便是基本的被动收入概念 提及创造被动收入 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投资 而在投资中 通常只会想到房地产和股票 不过实际上创造被动收入的方法有很多 只是很多都颇具难度 今天我们将分享四种通过投资创造的被动收入 以及两种类似的 且门槛不高的被动收入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投资股票 首先要介绍的自然是股票 倘若你手中没有一笔可流动的现金 这一生或许就难以实现财务自由 即便你当下拥有两个住宅单位 但他们每月的公款可能已经让你压力颇大 万一哪天楼市下行 那你的投资效益就可能变为负增长 除非你能一次性买下一个单位用于出租 至于把钱投资在哪些股票才是最好的选择呢 简单来说 我们建议选择那些股指高且业务稳定的 派息较为吸引人的股票 在股票市场中存在不少乐于派发高额股息的股票 我们可以从中挑选一些业务发展较为平稳 且年年盈利的公司 这类业务稳定且派息较高的公司的优点 在于其能够不受经济因素影响 年年都可以派发股息 如果每年都有三四成以上的股息收入 就已经能够帮我们抵消通胀 为我们的资产保值 倘若股票还能够升值 那就是额外的收益了 这类投资的缺点在于 公司之所以会将大部分资金用于派息 主要是因为没有太大的投资项目需求 所以股票升值通常会比较缓慢 购买股票的门槛相较于买房要低 在资金不多的情况下 先将资金投入其中 让其慢慢增值 无疑是创造被动收入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其次是投资指数基金 一般人若不擅长投资股票 可能会选择基金或是保险 我们建议直接买入指数基金 指数基金就是基金的投资 主要是跟随指数走势 比如台湾的就是跟随台湾加权指数 香港的就是追踪恒生指数 针对中国市场就是追踪A股指数 针对美国的就是追踪标普500 或纳斯达克指数的ETF ETF的好处在于投资于基金 而基金包含多只股票 可以实现分散投资 在2005年 巴菲特提出用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 和任何公认高管理费的 五支对冲基金的总体回报进行比较 以10年为期限 赌注50万美元 条件提出后 华尔街一片哗然 共同创办人泰德·塔斯特 就接受了这场公开赌约 当时巴菲特就买入了 标普500指数基金 而泰德则挑选了 五支对冲基金应战 结果显示 在这场赌局刚要进入第10年时 巴菲特选定的标普500指数基金 已经上涨了85% 而对手的五支对冲基金 同期却仅有22%的回报 如此悬殊的差距 让对方宣布投降 并表示将按约定执行捐款动作 这一结果表明 只要买入追踪大势涨跌的指数基金 短期内可能会相对落后 但只要以几十年为时间单位 你就能轻松战胜八成以上的精英投资者 第三 买入债券 债券 也被称为固定收益 在投资领域中 债券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这种投资相较于股票更为稳定 并且能够提供一定收益 债券深受投资者青睐 背后存在诸多原因 首先 债券通常会定期派息 这些被称为票息的款项 一般每年都会派发 对于追求稳定收益来源的投资者而言 债券票息极具吸引力 或许你知道 股票也会通过派息来提供收益 但派发股息是由公司自行决定的 公司完全有权力将利润用于投资业务而不分配给股东 关键在于公司不能采用于债券支付票息相同的策略 因为支付票息是债券发行人与持有人之间的法律协议 若未能支付票息 必然会构成违约 这会导致发行人未来借钱的成本变得更高 就债券持有人来说 这个法律框架无疑是一个优点 也正因如此 许多投资者倾向于依靠债券而非股票来获取收益 其中一个原因是债券承诺会偿还本金 尽管市场可能会反复波动 但债券发行人在合约上已同意在债券到期时偿还本金 相比之下 股市投资者并不能获得这样的保证 此外 虽然储蓄账户也很安全 但债券的收益通常高于现行现行的储蓄利率 第三个主要优点是债券相对较为稳健 正如我们在金融危机期间所看到的 股市可能会出现大幅波动 并产生极端价格 另外 虽然那些令投资者不安的因素 也会对债券产生影响 比如利率和通胀 但其价格变动没有股票那么剧烈 再者 创建能够自动化的公司或投资中小企业 其目标是创造现金流 尤其是创造被动收入 并且让事业本身能够被买卖 至于如何创造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 每个人适合的做法各不相同 比如 你自身并非擅长创业 可以选择加入一个有系统的连锁事业 也可以寻找具有创业专长的伙伴并对其进行投资 或者贡献出自己的专长 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让专业人士来解决问题 这是提高成功率的基本法则 较为简单的例子像是加娃娃机的家门特许经营 或者投资身边朋友的小餐厅等等 第五 关于创作者型被动收入 创作者型被动收入是指作为某些事物的创作者 通过该事物持续获得收入 主要包括版税以及专利费 在版税方面 常见的有书籍 音乐 相片等等 当创作者创作出作品后 与出版社和相关公司等签约并发行 就能获得持续的版税收入 然而 收入的高低完全由市场决定 就像当红的日本漫画家 每年版税收入可达七八位数 但若是书籍不畅销的作家 可能每个结算期只能获得少量收入 而专利费则主要源于某方面的发明 比如某项电子仪器的零件设计 或是取代旧材料的新物料等等 其收入多少尤其取决于科学价值和市场价值 如果你喜欢写文章或是有特殊专业 可以将所学的内容整理 集结成一本书出版 转版 经过一次协作之后 后续即使不用做什么 只要有人购买 所获得的版税都是自己的被动收入 不过 图书本身要找到愿意买单的消费者并不容易 如果你还没想好要出一本什么样的书 可以先创建一个部落格 然后逐步在其中进行摸索 一步步去了解观众的喜好与需求 一般来说 普通人在建立部落格的三四天内 就有可能开始获得收入 关键在于你的部落格必须成为某个特定市场的专家 比如旅游 美妆 美食等领域 同时还可以通过联盟行销的方式来赚取额外的收入 在积累到一定数量后 也可以将部落格中比较受欢迎的文章进行整合 当有60到80页左右的内容时 就能够出一本电子书了 第六 经营YouTube频道 一篇优秀的文章或者一部出色的影片 就是最轻便 最基础的个人资产 这样的资产每个人都可以创建 而且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 重点在于你要如何让这个资产开始为你赚钱 YouTube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影音平台 每天大约有51亿只影片被观看 不管你是想成为网红在YouTube发展 还是纯粹为了通过网络营销来赚钱 如果你的影片也能搭上这个高流量的顺风车 那么它将会为你的网络事业带来不少良好的收益 在YouTube频道上制作影片所获得的广告 分润就是一种被动收入 这种被动收入还可以按照比例上升 观看的人越多 赚到的钱也就越多 现在很多人仅仅使用一部手机 就开启了自己在YouTube的生涯 可以分享在国外的生活 也可以分享对时事新闻的评论 更可以交给观众一些专业知识 只要你开始去行动 制作出好的影片 总会被人们所看到 然而 这种收入方式通常需要持续的发布内容 并且相当依赖人气和点击率 所以收入非常不稳定且难以预料 但对于经营者来说 网络几乎不存在门槛 无需经过编辑等专业人士的筛选评判 虽然可能因此会出现粗质烂造的内容 同样也经常会涌现出被专业人士认为没有市场 但最终却爆红的内容 这实在是一片充满可能性的天地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创造被动收入的方法